花莲县政府和花莲县观光协会合作举办的 温泉专车11月21号到12月20号举行 包括有一日游及二日游的套装式游城 推出之后呢民众反应热烈 尤其是今年新增加的二日游一开放就被抢购一空 很多游客希望说可以再加开 因此在2021年1月份再加码四个梯次的二日游行程 也欢迎民众把握机会报名参加 花莲县政府与花莲县观光协会合作 今年11月21号到12月20号举办花莲温泉的专车 活动包含一日游以及二日游套餐式的游城 推出之后民众反应热烈 尤其今年新增的二日游开放报名后随即抢购一空 不少游客相当期盼能够再加开 因此在2021年的1月再加码四个梯次的二日游行程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报名来参加 此时霸王及寒流来袭 来到花莲泡汤享受身心灵的示范 那这个温泉专车主要就分成两个路线 一个就是安通线 一个就是瑞瀉线 主要就是这两个地方都有我们的温泉区 那安通主要有五家业者 那我们其实瑞瀉温泉区有14家业者 其中有两家来跟我们配合 安排两天一夜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一个人头只要2500到3000不等 因为是住的方形不同 花莲温泉专车由县府补助花莲县观光协会 并且由导游领队协会协助办理 这次从1月10号连续四周增开两日游的行程 周日出发 总共有瑞瀉线以及安通线两种路线可以选择 带领游客前往花莲瑞瀉温泉 以及玉里安通温泉两大温泉区住宿 而瑞瀉线每人2500元 玉里安通线3000元 备用包含了两日花东纵谷以及东海岸的旅游行程 专业随车导览 保险 办手礼 餐盒 温泉 住宿 以及泡汤等等 提供游客食宿游构型最完整的旅游体验 1月10号以及30号发车前往玉里安通 1月17号以及24号前往瑞瀉 总共有72个名额即日起开放报名 据者高双双预见采访波动